每次住房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到底应该要先去买花 还是应该要先准备花器 那我的答案是先去买花 那花器我们到底应该要去哪里取得 不用担心 在家里面我们用力去搜寻一下 都可以找得到能够查花的花器 大家好欢迎收看花球球堂 我是海南 今天会使用的花材全部都是菊花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买花材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决定使用 我们要取得的就是市场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的 三支乒乓菊 两个粉紫色 一支白色 一支浅粉色的小菊花 一支深紫色的小菊花 总共一二三四五支菊花 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作品 今天会使用的花器就是 这个 这是我的空空闪 它是一个欧苏丹的乳液乳霜 但我们没有任何赞助 就是单纯是我用完了 它是玻璃的 所以我就一直很舍不得把它丢掉 它就是一个长得很可爱的罐子 胖胖的 但是矮矮的 因为乳霜的通常都是要 你能够用手进去挖的嘛 我们装完水之后 直接把三支乒乓插在一边 我们先两支粉色 那一支比较矮的 会接近在瓶口的位置 然后一支比较高 就让它去后面 再一支白色的 然后我们就会擦 另外两支小菊花 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你喜欢粉再甜 还是生粉再甜 菊花的话我们就是考虑 它如果是比较矮的瓶子 我们有没有可能 能够把它分成两支 今天如果我只需要这个长度 我们就可以把它从 这样子 你先需要的长度先量起来 然后把它剪下来 那剩下的就会 有另外一个小分岔 OK 然后把多余的叶子去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擦另外一支 那我们一样取需要的长度就好 剩下的就可以再做另外的分岔 剪下来 这样 把多余的叶子去掉 这样 哇 好可爱哦 好 那我们就完成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如果大家一直还在想要开始擦花 但是一直还没有行动的话 不 我们现在就马上动起来 出去挑一支自己喜欢的花吧 回家再慢慢帮她找家 就可以了 那喜欢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了订阅花蕾的粉专 爱意特别人 跟我的新特别人 如果想要看更多作品 不要忘了订阅花蕾小雪太阳 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